Hello,大家好,我是Suzi 那我今天就是来交作业的 要做一个叫TMI的tag 就是TOO MUCH INFORMATION 会有50个问题 然后就是关于我自己的回答 那是这个Viviya Ayoga 她tag我的 我超级受宠若惊 完全是被女神tag到的感觉 因为我想说 就有一千多个粉丝的达人 为什么会tag我 就是超级害羞的 而且她就是人超级nice 还在她的视频里面有 就是帮我感觉像打小广告一样 就是说大家去关注她 就说什么 我有喜欢她分享的东西 然后当时在看那个视频 我就很想在外面 说不要不要 我觉得她的粉丝可能会 可能会愤怒 因为就是本来在看她的视频 就怀抱着的一种心情 就是我现在来看一下美女 就是你知道聊一下彩妆 聊一下分享 就是赏心悦目啊什么的 结果就是被她 如果真的听她的话 过来看我的频道的话 就会想说肯定有一种就想说 我为什么要来这里 我是不是走错路的感觉 因为想说我视频做的又很烂 这个人整个也很诡异 每次都是装残的时候过来 分享还啰哩巴嗦的 反正我觉得超级害羞的 不过被tag还是很开心啦 就觉得好像有参与感 就是好像可以一起玩一下的感觉 所以还是OK来完成这个tag 那我在网上没有找到有中文版本的50个问题嘛 所以我就找到的是英文版的50个问题 然后不过问题应该都是一模一样的问题 然后可能翻译的会不一样啊什么之类的 然后也来回答一下 马上就开始 首先是你现在穿着什么 因为现在澳洲是冬天嘛 所以我穿的就很保暖 就是毛衣啊 然后腿上就是牛仔裤 很普通的家居服 然后第二题说 Ever be in love 就是你有没有被爱过或什么之类的 就是有啊 因为我也是迎婚妇女来的 有没有过糟糕的分手 我觉得没有啦 因为 因为这么说 就是这么说吧 因为分手嘛 无非就几种 就是说 你们原来相爱 结果现在不相爱了 或者说是 呃 你爱他 可是发现他不爱你 或者说是 你 他原来骗你 然后其实他一直都不爱你 反正就无非就是几种嘛 我觉得这几种 无论哪种分手 都是值得庆幸做得好 那唯一我觉得真的会是很惨的分手 就是 你们很相爱 但是不能在一起 不过就人生没有那么电视剧嘛 所以就是很lucky 没有这种经历在身上发生过 所以就 嗯 OK的 没有糟糕的分手 你有多高 我是一米六三 然后 你有多重 我是四十六到四十八公斤 然后从我差不多 可能有 近十年了吧 就是 反正夏天四十六冬天四十八 吃和不吃都一样 所以就 也很长时间没有量了 不过一直好像都是差不多这样 然后是有没有任何纹身 我是没有纹身的人 不过我是真心的 原来是很认真考虑过想要去 呃文文身的人 就是有跟小伙伴两个人说我们一起去打 然后还问了那个店 然后也问了价格 然后也去挑了一下图片 只不过后来我真的无法决定 我到底要什么图片 因为觉得好像 会留很久 而且听说洗 容易留印子 反正就会洗了也会 就洗也洗不掉嘛 就觉得好像这个责任 这决定很重大 然后决定 觉得自己选不到一个 可以用一辈子的图案 所以一直都没有纹 不过我有很多那种小的纹身贴纸 就是Clubbing啊 或者是有时候开心的时候 就可以去贴一下什么的 哎 对关于这个我有一个很惨 哎很丢脸的经历 可以跟大家分享一下 因为反正这个 这个tag叫too much information嘛 就信息太多到 我有点不想听 所以也可以跟大家分享一下 就是 我在上大学的时候 有一段时间 就很迷这个纹身贴纸 然后呢 我就很经常贴 然后就会在手上贴 结果我身边的小伙伴 反响还很好 就他们基本上都会说 其实贴了很好看啊 很酷啊 什么什么的 就反正一直称赞 可能就这些称赞 导致我的自信心 不知道爆棚还是怎么样 然后有一次在学校里面 就等电梯的时候 就我们学校里面有一个大楼很高 然后是有电梯的嘛 然后我们就上完一堂大课 就是那个女生不是我的同班同学 但是呢也是属于那种脸熟性质的 可是我完全不认识人家 然后我就跟她一起在等电梯的时候 哎 然后我就看到那个女生嘛 她的胳膊上有一个小的纹身 然后那女生是那种 就全身黑 然后黑长发 很酷的女生 我也不知道那 可能那个时候觉得 就自己的纹身贴纸被很多人称赞 觉得自己也很酷吧 不知道哪里来自信心 然后就跑过去 竟然主动 脑子坏掉了主动跟人家说 而且我还 我就主动跟那个女生说 一起在等电梯嘛 我就说 哎你也有玩这个贴纸啊 蛮好看的 而且我觉得这贴纸很好用 我就觉得我脑子真的是烧掉了 结果就人家那个女生就冷冷的默默的 然后就看着我 然后说 我这个是用纹的 有没有很丢脸 哎反正笑一下 然后有没有任何穿口 没有啊 我是一个连耳洞都没有的人 然后是叫OTP 就是one true pairing what's your favorite fictional couple 就是你最喜欢的荧幕情侣吗 应该是 嗯 我觉得最喜欢吗 啊 有 嗯 我觉得我最喜欢的会是 重庆森林里面的 梁朝伟和 王靖文 和 纵横四海里面的 张国荣 钟楚红和发哥 他们三个 他们两男一女 任何一对在一起都OK 好有点夸张 就是 纵横四海里面嘛 就是 张国荣 钟楚红和发哥 我觉得就是他们最 风华正茂的年代 就是 最漂亮的时候就是 而且 整个青春 我就觉得在那个时候 他们演中什么 纵横四海 就完全正确 我觉得你们完全可以 纵横四海 然后我很喜欢那部电影嘛 就很青春啦 就是 很多正能量的感觉 有没有 不过是演小偷啊 算正能量嘛 Anyway 就是那个里面 无论是张国荣和 呃 钟楚红在一起 还是发哥和 红豆妹在一起 我觉得 我都很喜欢 我都非常OK 我都觉得他们很配 我都很喜欢 嗯嗯嗯嗯嗯嗯 然后 呃 梁超伟和王继文在重庆森林里面嘛 这个我也很喜欢 我觉得真的很配 炸鱼薯条和厨师沙拉的那种感觉 我觉得他们两个很配 我那片子很好看 就是 OK 选这两对都喜欢 算三对吧 应该 嗯嗯 然后最喜欢的秀 秀的话应该就是电视剧吧 我会想选 嗯 嗯嗯 IT Crowd 或是 The Black Shop 或是 Little Britain也不错 欸反正英剧啦 我觉得最喜欢的秀应该是 对应该是英剧来的 就是 因为太好笑了 我觉得英国人的 英国人的笑点实在太高 他们都完全是采用那种挖苦自己的形式 不过 我应该会选IT Crowd IT Crowd 就是 我不知道大家有没有看过 是跟那个Big Bang Theory 有点相似的那种片子 就是演那种 就是说聪明 但是 社交能力很差的那种人 我也很喜欢The Big Bang Theory 而且Sheldon今天还得奖啊 就刚刚今天 也很 Congratulations 只不过 我觉得更好笑啦 真的我个人觉得 就是我觉得 IT Crowd 真的好好笑 简直是疯子 因为我觉得像比如说 Sheldon 就你只觉得这个人是奇怪 就是awkward 或者是weird的那种感觉 但是我觉得IT Crowd的人里面 是crazy 他们是疯子 他们是神经病 就那个里面啊 有一个就是叫Moss 就是头上有卷发的那个男的 他有次办公室里面失火了 那你失火了 当然是要喊火警嘛 但是Moss用的方法 竟然是写邮件 你听过写邮件报火警吗 就是他在那个邮件里面写 他就说DN 那种火警的什么PlayStation 然后就说我们这里现在失火了 我们的地址是哪里哪里哪里 然后最后还写一句说 looking forward to hear from you 就是类似那种 就是说期待收到你的回信哦 就是你是在报火警的分分钟都烧光了 哪有在写email的 而且他自己还有在里面说 他说火警很紧急 我千万不能这样子平淡就过去 然后他说怎么办呢 然后他的措施就是加感叹号 然后他就说感情不够浓烈 感叹号感叹号感叹号 然后就set就报警了 就我觉得很好笑 他们是疯子 我最喜欢这一部 然后favorite bands 我是觉得很多都蛮好的啦 像枪花还有什么老鹰乐队啊 Vonjovi啊什么木马这些乐队 我觉得我都喜欢 但是你真的非要说favorite的话呢 我会选浪子乐队 对对对 这是我在年少时期 就是上大学的时候最喜欢的乐队 因为比如说你说像老鹰乐队啊 什么刚刚rose 枪花什么地下丝绒 whatever之类的 就是他们红的时候你已经错过那个巅峰时期了嘛 现在只是就相当于是听人家很好听的歌 那种有点崇拜的感觉 但是这个浪 我老公刚刚回家 所以打断一下 就刚刚讲到哪里啊 就是浪子乐队 因为浪子乐队呢 他就是属于我在上大学的时候 他就是成立 然后就很快解散 就是感觉是跟我就是在一起的那个乐队 然后就真的很喜欢他们 我有买他们所有的专辑 然后就是想去看他们的秀啊什么 哎还有北极猴突然想到很多 你知道丢失很多年 当年在喜欢的那些乐队的名字 什么 最新的有一个叫The Cox 蛮好听的 我有喜欢 然后anyway就是浪子乐队 我要选浪子乐队 下面一个是什么来着 天哪 Something you miss 这个是什么 你怀念的事情吗 我记不得别人是怎么翻的了 是说你怀念的时光吗 还是什么之类的 Something you miss 就是 我不知道有没有 对对对 我不知道有没有南京的小伙伴 南京有一个叫江苏省省昆月 就是江苏省的昆巨月 然后呢他们在我大学 好像是大学吧 有一年 有连续一年 每天都有免费的昆曲可以听 就你现在也有了 大概每一场要三十块钱 或五十块钱人民币 可是当时有一年都是免费的 然后我当时有去听很多 不过我真的很 很怀念那个时光 就是每个星期都去听昆曲 就是你知道慢慢的悠悠的 爱有一点那种feel 然后现在澳洲就是好像 就是好像好像离我想要的那种 就是有一点假假的文艺的那种感觉 就越来越远了 所以就还蛮怀念那个时候的 那时候就是每个星期都有跟不同的小伙伴 一起去约了去看那个 听那个昆曲嘛 然后 就 而且唱的昆曲都是以前的故事 就旧的故事旧的戏 然后就觉得整个都是很 很怀念的感觉 对我最怀念那个好吧 最喜欢的歌 我这最喜欢的歌真的很难讲 因为 因为我觉得像听歌啦 就是你刚刚听到一首歌 你很喜欢 就是那种爱之若死 然后就恨不得全世界的人 大家都去听这首歌 然后大家最好都爱这首歌 可是一旦这首歌 真的很popular了以后呢 你就会觉得 好像它已经就变了 就不是我想要的那个样子 我觉得喜欢的歌曲 应该是一直在变的 我觉得很难讲的是 最喜欢的歌 如果非要讲的话真的 no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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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我选不出来 真的太难选 最喜欢的颜色 应该是黑色 我也是一个喜欢黑色的人 loud music or soft 就是你喜欢摇滚乐 还是那种抒情歌 是这意思吗 我觉得我两种应该都喜欢 小时候我是一个完全听摇滚的人 就是摇滚乐的人 不过现在人家不是有那种 人家软摇 对不对 摇滚乐也可以很软嘛 所以这个问题ok的 就是都喜欢 很难界定嘛 他说 where do you go when you are sad 就是你悲伤的时候 会干什么 会去哪里之类的 我觉得悲伤的时候 应该哪里都不去吧 应该就在家 抱着我的小兔兔之类的 就一个人伤心 他说 how long does you take you to a shower 就是你如果要去洗澡 要花多长时间 这个真的我要花很久 我可以花4个小时到5个小时 然后一直拖一直拖 然后这个是我老公 会真正跟我吵架的 就是说 你为什么不能早一点洗澡 就是 就是吵架会吵 你为什么不能早一点洗澡 就是我的错啦 只不过我真的 我很 这么说吧 就是有点像开脱 就是我很重视洗澡的时光 因为 OK可以说废话吧 就是 因为我想说这个视频 应该没有太多人想了解我 可能 是不是只有Vivian看 因为她有 因为她有at我嘛 whatever 就是我小时候最喜欢的一部电影呢 叫做 《长跑者寂寞》 然后 那个里面呢 就讲一个好像是那种 就是 饭式的那种少年 然后她在那个勒戒所里面 做的那个运动 就是她一直要长跑长跑 然后 然后那个电影就是很公路片 很玄幻 又黑白的 就一直跑跑跑跑 在路上那种感觉 就长跑嘛 叫《长跑者寂寞》 然后 我就很 深深被这种 骗子着迷 而且呢 我后来有看那个 《春上春树》 她也有写过 她的文章里面 有写过一句话 我觉得就很touch 我就一看到就觉得 共鸣 你跟我想的一样 就她有写说 长跑是一个人 和自己最为贴近的时刻 是一个人 最可以容易和自己对话的时刻 就我觉得很 很 就是我很认同这种感觉啦 我就觉得那个 是有一种感觉的是 是舒服的感觉 是可以和自己对话 就我很 by这一套观念的人 然后我觉得 但是我完全不运动嘛 所以说 我觉得洗澡 就是这样一个时候啊 就是你知道 洗澡间里面只有你自己 然后有shower的声音 你又听不到外面乱七八糟 就这个世界只有你 你和你自己 就洗澡 你可以脑子里面想一天 所以我觉得 洗澡的时光很珍贵 所以我一直要拖 我要把最好的留到最后 为自己找借口 然后是 你早上有多长时间 get ready in the morning 就是准备多长时间 可以出门 这种意思吧 我其实蛮快的 我就算化妆的话 也会很快 因为我的妆 平时出门啊 也不会动用到 什么眼影 什么这些吓死人的东西 所以就通通蛮快的 应该半个小时就可以吧 说 有没有physical fight 就有没有 打过架 没有哦 我做人的原则 就是 做好人 be nice 然后跟所有人 都make friends 然后开心 不要跟别人闹不愉快 turn on 就你对什么样的人感兴趣吗 嗯 讲到这个啊 也有 我有跟同学以前讨论过 就说什么样的男生 最吸引你 跟这题应该算类似吧 然后呢 我那个好 我那个好朋友 他就有跟我说 他喜欢的男生呢 是那种就是说 比如说一个会场 然后就感觉 那个人是有一束spalight 打在他头上 就那种就万众瞩目 他喜欢那样子的男生 但是我当时听了以后 我就是觉得 我不喜欢那种男生 我喜欢到就是 那个 之前有个美剧 就是有四个女生 就是在纽约的 然后很fashion 天哪 我这脑子 就是他把一个MB的鞋 穿红了的 然后还有凯莉包包的 那个 他老公叫miss big的那个电视剧 我记不得名字了 但是就这个电视剧嘛 那里面好像有个叫夏洛特 就是很想结婚的那个女的 一开始在什么 画廊做事的那个 那个女生 他当时有谈一个恋爱 是一个秃头的一个秃子 反正很多记很多年前 我记不清了 但他有谈一个恋爱 是一个秃子 跟他也分分合合嘛 然后当时他有去参加一个 有点像是 我记不清了 慈善晚宴之类的吧 反正就可以在里面是 有点像相亲会 然后里面有很多条件 很好的男生 然后那个秃子 也在里面 因为那秃子是有钱的嘛 然后anyway 就是重点是他这个秃子 然后当时夏洛特就在那个里面 电影里面讲了一句台词 然后我就觉得好touch 就完全会哭的那种感觉 他就说 他说ok这个会场里面 有很多漂亮的人 或是富有的人 或是很吸引人的人 不过呢 只有那个秃子是我的 就是我只喜欢他 他是我的秃子 就我被秃子打动了一眼 然后当时就大哭 我喜欢这样的男生 你知道就是 你们懂了吧 就是我喜欢这样子的男生 是这样子的男生 可以让我turn on就对了 turn on 就是说不喜欢的男生啊 就是我很讨厌很屌的那种男生 就是 就是好像自己很了不起 觉得自己很帅 或觉得自己家很有钱 或很屌的那种感觉 我很讨厌 很讨厌这样子的男生 你为什么加入youtube 那就应该 为什么加入土豆优酷之类的 就是 就是跟Vivian差不多 就是因为目前没有在工作 然后真的也太无聊 而且结婚以后 真的人生 没在怕的 就想说就丢脸也无所谓 所以就 就开始玩一下 而且我也很爱买东西嘛 就觉得可以分享一下 而且哦 因为我其实原来啦 是看youtube比较多 那youtube基本上 大家都是这样子来分享的 而且老实说啦 这样子说会不会得罪 应该不会吧 就说真的啦 youtube上面有些 因为我看一些香港 或台湾的人 我觉得美女的素质 没有国内的多爱 我就觉得ok了啦 大家没有在看长相这件事情 就只是分享一个真实的感受 我觉得是ok的 所以我就觉得那我也来分享 那我在分享了以后呢 就开始玩土豆和youtube以后 我发现 其实很多人是可以直接拍东西 根本不用露脸 可是我已经拍了露脸了 你知道吗 我已经有点后悔 我想说如果早点知道 可以就只是那样子说说的话 maybe我就不会露脸了 就是 就我不是美女嘛 就觉得 欸 会觉得 欸 可能有些人会觉得你干嘛要拍 就你有什么好分享的 不过 我真的是捧着分享的精神来的 所以这是原因 呃 说害怕的事情 害怕的事情 就是 怕死怕痛 所以之前我才会 就是因为那本书 就是有一些感慨嘛 就是因为我觉得说再见 跟人say goodbye 就是 是真的很难 对我来说我真的超级怕 所以我有看那些书 所以我觉得那些书特别好看 所以而且呢 像断舍离这本书很奇怪的 我有后来有 我关注的 另外有一个达人 他叫 Janny还叫什么吗 是在U酷上面的 他就是也说断舍 他也有看断舍离 然后他就觉得这本书OK啦 没有什么特别的意义 就是 就是如果说 因为看了我的那个 因为有 也有小朋友说 呃 他也要去看断舍离嘛 我就想说 这可能也是个人的感受吧 就是我真的觉得是一本好书 但是我真的也看到好几个人 就是我有关注的达人们 他们不喜欢 所以可能跟我自己的害怕点有关啦 我很乱 所以我很羡慕那些很 很organized的人 然后我很愿意去尝试着 在思维上更organize一点 然后就是做更多的练习 可以好好的 就是面对离别啊 这种各类的事情 所以我是很喜欢啊 只是我个人 是因为我很怕 对回答这个问题 类似 last thing that made you cry 我哭真的是很简单 嗯 但是具体要说 上一件让我哭的事情 啊 我想起来了 我最近在看一个韩剧 叫Who are you 就是 你知道郁泽也和一个女生 那个女生也是短发 我超喜欢的 我喜欢那种长相 就是很有气质 就很喜欢 Anyway啦 就是Who are you 大家有没有看过 然后 那个里面嘛 就是那个男二号 他其实已经死了 他是一个鬼 但他很爱女主角 然后一直就身为鬼 在那个女主角旁边 就是 陪着他 我有被其中有一些木 小小的 激出一些泪光来 那很好看 说到那部片子 真的岁月不饶人啊 那个里面的女主角 感觉年纪就 没有那么年轻嘛 然后就觉得皮肤 真的就没有那么好 然后那女二号的黑头 那鼻子大到 因为是高清吧 可能那鼻子大到黑头 做到那个荧幕前 我就觉得有点不好意思 想说 冻哎 然后那玉泽眼的皮肤 真的超级好哎 年轻就是本钱 Last time you said you love someone 就是上一次你说爱谁 嗯 应该是我老公吧 但是我应该不记得 是什么时候了 我和我老公是会说 爱的人 就不至于像爸妈 那么保守 就说很难起始 爱不爱 就是我跟他是会说 不过你真的要问 我是什么时候 我也记不清了 因为我能想象我跟我老公 对话最多的就是 你要死啊 你活得不耐烦了 你只要打 就你知道 都是都是这种 这种对话 所以你真的让我去回忆一下 什么时候说我爱你好像 也还蛮久以前了 不过我是会跟他说的 然后如果要说上一次 也是跟他就对了 然后是你的这个 土豆优酷名字的背后的含义 然后我是叫苏仔自说自说自话 那首先就是我叫苏仔 因为我在国内的时候 我就有一个网名叫苏西 然后当时我起苏西这个名字的时候 就是因为只是很普通 没有特别大的重要的原因 就是我有在看一本艺书的小说 叫假如苏西堕落 那本书里面大家去看了 假如苏西堕落 但苏西是没有堕落的 苏西是Google 所以说我就当时在看嘛 然后觉得还蛮喜欢的 所以我就叫苏西 然后到国外来了以后 你怎么也得有一个英文名字嘛 所以就直接从苏西变成苏仔 这样子就一直叫苏仔 所以 而且我已经叫苏仔很久很 有好多年 有七八年了嘛 所以说你现在如果喊我中文名 和苏仔的话 我应该是喊苏仔 印你印的更快一点 就是苏仔就是我的名字了 现在 然后自说自话 就是因为我真的没有想过 我会有粉丝真心的 我当时就想说 只要我的粉丝有比我的视频多 我就会继续去拍下一个 那就是 我是这样想的嘛 所以 我想说应该没有什么人会理我的话 那我就自说自话这样子 所以就是苏仔自说自话 然后 下一题是说 嗯 在哪里 我找不到了 对不起 对不起 我真的找不到了 找到了 他说 上一本你在看的书 我上一本在看的书是 就算吗 应该算吧 深夜食堂 第十二册 大家有看吗 新出的第十二册 深夜食堂 就那里面有说到吃那个 叫什么牛油果 大家还有叫饿离的 嗯 就是有吃那个东西嘛 那个东西他们说 蘸了酱油以后呢 味道会像鲍鱼一样 是叫鲍鱼吧 对对对 就还蛮酷的 大家有吃过吗 而且哦 就是我听人家说 如果你吃蛋黄去蘸酱油的话 味道其实会和螃蟹的黄 是一模一样的味道 大家要不要试一下 其实我试了以后真的觉得有效 而且人家说 蛋黄和螃蟹黄的成分质量 其实是一模一样的 就 嗯 深夜食堂很好看 推荐大家看嘛 不过我相信大家应该很多人都看了 我上一本看的就是这个 然后你现在正在看的书 我现在正在看的也跟大家说过啦 Fifty Shades of Grey 这本书就玛丽苏看的高兴的 然后我现在还在看一本叫 嗯 叫 天呐 我突然一下忘了叫什么 横道士之介 啊 反正一个人名啦 我才看了没有到十分之一 其实我有录一个购物视频里面买那本书 我有我有分享 但我上次觉得我的 呃就是买东西的东西好像有点太多 觉得有点夸张 怎么老再买东西 所以那视频还没有上传 不过就我有在看那本书 就日本作家的 然后是比较青春一点嘛 讲的是那种18岁的年轻的男孩子 然后上东京的那种心情 就是 呃 然后下面一个是说 last show you were 就是你最近看的一个秀吗 呃就是who are you 我有在看那个片子 呃就是who are you 他叫 呃我比较中文翻译什么 就是英文叫who are you 嗯 然后last person you talked to 呃last person 我讲话我老公啦 因为他刚刚回家嘛 然后被刚才被打断一下 就因为他回家了 然后是 应该是说tag我的这个人和我是什么关系吧 应该算是 可以算朋友吗 可以不要脸的说是朋友吗 就是 对 在土豆上面make到的朋友 而且就是 他算是我认识的第一个 就是那种 达人的那种感觉的 就是 厉害的人 嗯 真的就是他了 Vivienne 呃 爱優格 然后最喜欢的食物 就是 跟Vivienne一样 就是 我也是日本料理 因为我叫suzi嘛 然后我也很爱吃日本料理 所以呢 我的同学们给我的外号就叫sushi 正好sushi和suzi也很像 有点无奈 然后你很想visit的地方 下一个你想visit的地方 我想去的地方 这地方算是在我的wishlist里面 已经呆了很久了 不过一直还没有机会去 就是俄罗斯的圣彼得堡 我真的觉得这地方实在太酷 因为我觉得俄罗斯这个民族 也很酷 就是你知道他也有历史 然后还曾经什么社会主义 然后又转变成资本主义 然后这个国家的发展 我我有看过文献啦 是说比如说中国现在都说自己发展的很好 中国是发展的很好 然后就是大国那种感觉嘛 但是好像说俄罗斯其实发展的也很好 就是我们印象里面可能觉得俄罗斯好像穷穷的那种感觉 其实俄罗斯现在最近的经济在纵向比较的话 发展的也很好 而且人均的那些GPD什么的 应该是比我们国家还要高不少的 就是人民的日子其实并不难过 而且这国家也是属于也很有历史 而且这国家就是又残暴的呢 就是你想什么沙皇军 这国家又很残暴 然后但是呢又有一些什么钢铁是怎样炼成的 好像又有一种坚毅的精神 然后又有那种什么那叫什么 什么渔夫于海还是什么金于于海 就是那种小学课本里面的那个普希经的那个 富于金于于海 whatever 就是你觉得这个民族也有一种那种天真的 反正我就觉得这个民族冲突性很大 然后觉得很吸引我 然后圣彼得堡这个地方呢 是我爸 我爸也跟我讲 他就说 他说圣彼得堡很好玩 然后但我没有去过嘛 他说圣彼得堡这个地方 本来是因为地质的原因 是没有石头的 都是沙什么的 但是圣彼得堡现在是一个石头城 然后但是他所有的石头 都是别的地方运过去的 我觉得这城市真的太酷了 就凭空捏造出来的一个 反正我最想去的是这里了 然后是last place you were 你上一个去的地方 就是中午在外面吃饭的饭店 do you have a crush 就是你会crush 就是突然心动吗 就那种感觉一个人吗 我觉得是会的 因为呢我真心是有过那种 就是什么 butterfly in your stomach 就是那种 胃里面有蝴蝶 那种什么肾上腺素 我真的是有这种感觉的 就是 我觉得这感觉没有骗人 就是 我有过 所以我觉得我有crush过 someone 对 然后是 last time you kissed someone 老公啊 还能有谁 哎真悲剧 然后last time you were 这个是说被侮辱吗 还是什么 嗯 被侮辱的话 这个我 其实我觉得没有什么被 真正被侮辱的经验 不过在澳洲 我是真的有一次 不过那也是大概有三四年前了 就是我有一次真的是回家的路上 真的有一个白鬼 然后就那种很老的老头 我觉得他自己人生过得也不怎么样 就是很老的那种老头 然后我就默默只是走在路上 其实大部分的澳洲人真的很nice 有那种就是你经过他家门口 然后突然摘一朵玫瑰 所以说送给你 就我也碰过这种老 这种老爷爷 但是那个人他真的是侮辱我 就是我真的没有跟他有任何的交流 而且我跟他是马路的两边 但是他看着我 就是他看到我从那边走过来 他这样子走嘛 然后他就冲着我就大骂 就反正就是骂 就说 亚洲杂种什么 滚回你们的国家去啊 什么不要在澳洲 我觉得这是我印象最深的 最近的一次侮辱 然后就没有什么了 不过我觉得他是疯子 是他错 然后是 最喜欢的甜的味道 草莓啊 就是甜啊 就甜就对了 草莓或西瓜都可以 反正甜这回事 只要够甜就对 然后有什么 你弹什么乐器吗 我是弹古针的人啊 会不会 就我曾经跟我的好朋友说过 我弹古针 就是来澳洲以后的朋友了 然后他说 觉得我的气质完全不像 我已经没有弹古针气质 然后我是有考到七级的 然后但是我到现在隔了这么多年 是我小学的时候学的了 隔了这么多年 我只会弹完整的两首曲子 而且我很有心机的 就是你知道 练两首 因为呢 就以前小时候在家里面过年过节 就是有些亲戚朋友会很13点的会说 啊不是会弹古针吗 弹一曲 然后你就弹一曲嘛 然后又有一些亲戚会不放弃 会继续说 啊弹得好弹得好再来一曲 然后你就可以再弹一曲 因为如果你说 哎不好意思我只会一首 然后觉得立刻就弱了 有没有 但是如果你会弹两首 但是亲戚没有理由喊你弹三首的 因为就明明又不是演奏会 所以就是练两首就是 你知道可以keep住人家的印象 你很会弹琴 所以我有练两首 然后我是会弹古针的人 哎 两首曲子是 余舟唱晚和丰收锣鼓 如果大家弹古针 应该算入门曲来的吧 不过还挺好听的余舟唱晚 最喜欢的算首饰吗 我也是婚戒 只不过我也没有在戴 因为我整个人就是没有在戴 就没有很喜欢戴首饰的人 戒指算是我最喜欢戴的了 然后耳朵也没有耳洞 然后项链是从来不会戴 手链手镯从来没有的 不喜欢 然后是你最近在last ball you played 就我没有在运动的 我唯一非要称得上是运动的 就是去赶车有没有 赶车就是在运动 每次赶车的时候都是用着一种 叫罗拉快跑的心情 就觉得我只要跑得够快 就可以改变火车时刻表的心情去跑步 所以这应该算是运动 最喜欢的catch up line 是搭讪用词吧 应该是catch up line 嗯 我觉得搭讪的话就有点严重 因为哦 不过也可以是跟女生搭讪嘛 就是最喜欢当然是说你的包包我很喜欢 或者是你口红颜色我很喜欢 嗯 因为在澳洲还蛮正常的 有的时候你进一些店里面 一些那种店员 基本上都会奉承你一下 就是说你的口红很好看 或者你的包包很好看 你的衣服很好看之类的 所以应该算是最喜欢的catch up line 然后是你有没有用过 有啊有啊我也会 我有称赞过一个路人的包包很好看 嗯对 然后自己就买了 在我的购物视频里面 不过还没有分散 嗯 last time you had a with anyone 就上一次你跟谁一起出去玩 是我的好朋友 就是我的那位shopping supporter的小伙伴 跟他出去一定花钱的那位 就是我上一次最上就昨天了 就是跟他 嗯 谁要回答 谁要下一个回答 这些问题 是 因为我真的是真的不认识任何人 他们两个vivian和我要tag的那位 算是我唯一认识的 就唯一二认识的两个就是有认识 就是有说过话的 然后他叫欣然love 然后应该是叫欣然吧 我要double check一下 对对对 欣然love 新鲜的心 然后的人 然后呢 他是 诶 我很想 我很想喊姐姐 但是他是有baby了 所以我觉得应该是姐姐 不过maybe 因为介于我自己年纪也不小 可能也是妹妹 诶 我怎么没有看到年纪那一题啊 我有看到vivian有大爱 不过我这里面怎么没有年纪 不过我跟vivian是一样大 不过我的月份过 比较 就我是六月份生日的 就是 诶 我是PC663 我跟PC663同一天生日啊 就是 一样 所以就是介于自己也不年轻了 所以我不确定 诶 欣然他是姐姐还是妹妹 不过他有小孩了 他有baby了嘛 就很想喊姐姐 然后我就tag他好了 不知道他能不能看见 那今天就ok啦 分享完毕 拜拜